冬天烤这个还是热火的 热火啥 还是热火的 还是热火的 哦 热火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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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 今天的温度 这一个一到二度 今天还下的雨 特别冷 喝这个啤酒就感觉到冷 豆腐皮 哦 豆 豆腐 哇塞 感觉脑子有问题 特像豆腐干 嗯 看 这是五麻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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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满的可爱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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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冬天喝啤酒 要慢慢喝 一次性喝太猛 嗯 Ky Isaac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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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 铅子都捏住了 再把上喉拽下来 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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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 鸡翅 哇 生不了 燒烤也是冷的 皮鸡也是冷的 我还是得用炉子把它稍微加热一下 才能够 吃得舒服一点 拿出我的自驾油工具 自驾油变成家里油 好了 关火 我感觉我吃一个大好像吃感冒了 烤尖椒 烤尖椒 还有点烫 哇 这个二集条 还比较辣 说一下这10天没有更新视频了 因为17号那天早上6点半我妈你给我打电话说你快过来 那就是我爸的弟弟军事就处理这些后面的事情了 早上过去医院办释放针币 然后下午就去火葬场 然后那人去世了 他如果没有去安葬晚上就有人家在去守着 然后我守着两天晚上晚上就守着一共晚上 把这些上司的吃饭之类的东西是在家里卖的 我就和我一个表叔 我们两个就负责在家里做饭 那那天早上我妈就说因为这个事情把他睡不着 早上4点多就起来了 他就去攒鸡脏 最近冬天就特别的冷了 这个手的冷得没有知觉 活动不是灵活 他一攒就攒到这个手上了 从这里 移住到这里 然后第二点 今天没得到的时候 前面那个车刚好就击沙 准备拐弯 撞在一起了 然后当时就整个脚不敢示劲 不敢不敢着力 这个脚的小腿四分之三的地方都 淤血 手也弹不起来 当时就给我打电话 我一去赶过去 我把我下玩了 我以为是骨折 然后去医院 幸好 就骨头没事 然后拍了片 看到药就在外面 就在家一样 就是前三天 脚都不能够使劲之类的 然后千万块弹 那时候我爸也要去工地 所以说我家家照顾他 然后我觉得我爸最近 今年的一起特别的不好 9月份还是10月份的时候 他就跑到地去看床甲 大家走到天羹上的时候 摘到气团上 让一下摔倒 这个肉刚才摔到天羹上 但是去排片排片之后 就说这个肉稍微有点损伤 当时也是吃了药怎么怎么样 我还要说一件事 这就是毛子大家都知道 毛子前一个月已经生了几个小狗了 然后我妈说我们邻居 准备把毛子给扔掉 他们就想养毛子的一个孩子 生一个公狗 他们不想要毛子 因为毛子是一个母狗 原因就是母狗要生小狗 生了小狗之后没得要 就很麻烦 它的毛比较长 然后就很长很乱很脏 他们就比较不太喜欢 如果把毛子扔在身上的话 它基本上是必死无疑 我还是看着它长大了 烂了我觉得就是把它扔掉的话 哇塞 那就有点太可惜 或者 唉 有点不忍心 所以我就想把它扔扔 如果他们都追 你还不要他们的话 我就把它扔掉 好 好了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就在这就就就就这样 拜拜